开始录制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几次我的这个话筒的声音是不是说有点那个回音的感觉 声音就比较宽阔一些 就如同是那个网上的一个直播的唱歌的一样 然后呢是因为啊我换了一个话筒 然后呢我可以把这个混音给它开到最大 大家好我是萧红昌 这个声音是不是听起来那种回音会更大一些呢 但是我测试过这种现在这种状况啊 这种声音不太好有点回音性太大了 所以我把它这个要降低一些 降低一些之后呢有一点回音但又不能太大 OK就现在这个状况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要看啊 一定要看二号楼的现场的施工的视频 你看啊我们从下面开始往上走起 然后呢这是一根桩 这是一根桩桩头 这是一根桩 绿色的这是一根桩 然后呢这是一个基础梁 这有一个梁 你看打这个三角形一个斜叉叉的 这是一个梁 这边呢也是一个梁 然后呢再往上走 哦这有梁 但是呢这还是这个一个电层 它这个电层呢不是说只是梁周边有啊 它这个电层往这边走往这边走一直延伸到这头 在这个机坑里边 整个就是说啊它的电梯井里边都是要有这个电层的都要有 电层上面呢做防水 然后呢这个上面还有凉 好你看啊这边是有梁 那中间这块呢这块干嘛呢这块是空空的 那你这个上面这块是要回天土吗 还是要浇混凝土来 这边啊图纸上没有一个说法 那么说呢这个但是呢又要上面呢你看哦 上面又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墙 墙体 这边呢又是一个板 一个板 这是一个板 这呢还是这个束混凝土电层 那这个束混凝土电层怎么办呢 是炫空的吗 这块这块怎么弄 一开始一开始设计的 是然后这是要这个 一开始说的是要啊回天土 但是回天土吧 这还有这个电层 所以说把这个空空你给它这个浪费了 好像说是没有 不合适 然后呢现场呢就是找到这个经理啊 还有几个技术人员去协商 怎么弄呢 下边你不可能空的呀 这个二标段啊 二标段的这个三号和四号楼 他们是怎么弄呢 他们是这个给这搭了一个架子 搭了个壳壳 就说是用这个模板 用成板用木方 搭了一个壳壳 一个这个板子 把这给它搭起来 下面是纯粹是炫空的 炫空 炫空之后呢 他们也这块啊 就没有再做这个束混凝土电层了 直接呢就是往上面砸这个钢筋 砸砸了这个钢筋 这个粉色的 这个应该是粉色啊 这个粉色的这两层这个钢筋 双层双向的钢筋网片筋 把这个砸就排在这个成板上了 之后呢就交混凝土 因为这个板呢 它的厚度是多少呢 这个25加上30加10公分的这个电层 一共的35公分 它的厚度呢还是挺大的 这个质重比较大 所以说呢 它这个下面的加固措施啊 加固的比较大 这个是二标的三号楼和四号楼的做法 而我们二号楼的做法呢 是那个什么 我们给上面啊 这上面 这不是凉吗 凉 然后呢 我们直接就在做正好 贴在凉边 我们做了一个木壳壳 这个木壳壳呢 是这个口 朝上 朝上是开口的 说在这做了一个开口的一个壳壳 然后呢 这里边全部倒入的是那个 当时其他地方还在正在进行这个 鸡胚碎石回填基础物 我们就用那个铲车 然后以及这个斗斗 就那个料斗 装了好多料斗 装了这个碎石 鸡胚碎石 直接用石子 把这块区域给它填平 填平 填到一个这个 合适的标高 我们直接是填哪呢 我们是填到这个标高 填到这 填到这个电层的下表面 然后来上边呢 正常的去打电层 打十公分的电层 再往上呢 就开始去铺我们的这个钢筋 双层双向的钢筋 然后来铺完之后呢 就是继续往上做了 这块呢 当时说是好几个人啊 现场的这个施工员 都说是没招了 一加一个做法啊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甲方 那个经理呢 就跟说的是 采用我们的这种做法 二标呢 二标他们说 他说反正说上面承重 重量也不大 一旦浇了这个钢筋混凝土了 他这个上自身的重量 就足以能够抵抗得住 没必要说下面填石 填石在的 填石的话 还要这个浪费人工啊 浪费材料的 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理由 但是说呢 甲方呢 也对这个还有监理 也没有说是 说哪个对哪个错 都可以 下面处理好之后 这上面就变成正常的一个操作模式了 这个粉色的啊 粉色的还是我们的这个钢筋 你看这个钢筋呢 是从这开始往上走起 然后呢 弯折90度再往这儿 再弯折90度再下来 这是一根钢筋走下来的 然后呢 这再有这个 那水平筋 水平筋 它的水平筋呢 你看这是四根 是18的 除特别说明之外 所有的这个钢筋 同板底 双层双向的钢筋 那这儿特殊说明了 特别说明了 是四根18的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呢 还是我们这儿的 这个啊 钢筋的双层双向的 12的 检举150 是这个意思 说这几个 这几个 还有这个 都是12的钢筋 这边也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呢 这个就是14的了 这个就是14的了 这个就是12的 150 这个啊 这个点点是12的 这边也是 它的这个内侧 你看啊 它的这个U型的啊 这个U型的 它是 是这个型号 是14的 它的这个什么 水平筋呢 水平筋是12的 水平筋是12的 这上面呢 是18的 这一个里边啊 构件里边 有三种钢筋的一个型号 它这儿没有表明 这儿没有表明 那就同这个板筋 是一样的了 然后继续往上走起 这就是这个 混凝土墙了 简历墙 那简历墙呢 具体是遇到哪一种墙 那就是墙一 墙二 墙三 具体是哪一种 就看哪一种的 钢筋的这个 结构构造了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种情况 积水井二 积水井二周边 基础凉 降标高 坐法相图 图中未标是钢筋 均同板底钢筋 跟之前的这个要求 是一样的 还是那样 做法 做法 束混凝土垫层 走起 束混凝土垫层 往上走 到这儿 然后呢 这是一根桩 这是一根桩 桩呢 要深入到 这个 这是一个 凉 要深入到凉里面 10公分 这是一道凉 然后呢 这就是咱们的 这个积水井 积水井呢 是直上直下的 往下走 这是积水井的 一个深度 从这儿 到这儿 积水井的一个深度 然后呢 积水井的宽度呢 是这儿 从这个 这个转角 到这个位置 这是积水井的 一个宽度 这儿呢 这儿遇到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结构 基础凉 遇到这个积水井 基础凉 这个凉 这个凉这么高 然后呢 跟这个积水井 它的这个深度 是一样的 我们这边呢 现在还没有 这么大的一个 积水井 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基础凉 其实啊 他说 他这是一个凉 我个人觉得呢 都可以给他 设置成一个墙了 在这个位置 你给他说成 是一个墙 然后来 把他的这个钢筋 给他这个进行 构造一下 是一样的 没必要说 是弄一个梁 放在这个位置 这么大的一个梁 你要是做 固筋的话 这一圈 从这圈下来 固下来 那还是这个 很麻烦的 防水板后 集水井二 一集水井一 相邻 用 相邻周边 基础凉 降板标告做法 就是说 他两个集水井啊 是挨着的 这个呢 在我们的 一号楼 应该是 我们看一下啊 基础井二和 基础井一 我们到一号楼 去找一下 基础井二和 基础井一 他这两个啊 标高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施工现场拍过 然后呢 这边呢 是我们的这个 消防电梯 这边是这个 客梯 然后呢 这边是这个 楼梯 这边呢 是一个通道 这边呢 就是一个脊椎井 我在现场拍的啊 当时还跳到水里边 然后去处理 这些个 结构 这个呢 这个就比较深一些 这个就比较浅一些 深浅 它两个相交叉时候 它的一个做法 就可以考虑 就是这个 依照这个图的一个做法 这个是基础井二 比较深 从这儿 到这儿 它的一个深度 然后呢 基础井一 它的这个深度 是这儿 到这儿 它的一个深度 中间呢 是有一个隔墙 那这个隔墙是多少呢 隔墙的厚度是200 200 然后来看它这个钢筋 这是这个钢筋 它这个钢筋构造啊 没有特别的去说明 那就是同咱们这个板筋 是一样的 这边这个板呢 厚度是25公分 25公分 这上面的钢筋 通常弯折下来向下 这边啊 深入了这个板内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这样的 一个钢筋弯折下来 大家我们数一下啊 它这个图里面 一共是有几个钢筋 那这个钢筋啊 肯定是属于板筋了 板筋 从它开始算起 一根 两根 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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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儿呢 是四根 这个是四根 然后呢 这个是五根 第五根 这个呢 是第六根 第六根 然后呢 这个是第七根 这是第七根 这个呢 跟刚才是连通的 一共呢 这个图里面啊 一共是有七根钢筋 七根钢筋呢 然后呢 每一个啊 它的这个尺寸 形状都是不一样的 说七根呢 可以说理解为是六种 六种 为什么呢 那这个水平筋啊 肯定是这个 往外延伸 它的这个板筋 是水平的 这个就不考虑它的了 这种带形状的 这个带转角 有这个弯折的 一共是六种钢筋的 一个形式 然后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积水井 它的一个宽度 长度 然后呢 来对这几种 六种钢筋 进行一个分别下辆 算出它的一个长度 哦 刚才说的 我们只是说 平行于我们的钢筋 你看现在 还有这种的 还有这个水平筋的 还有垂直于我们的 这个水平筋 这个 这个一个点 一个点的 这种钢筋啊 也是很多的 所以说呢 要这个针对着 实际的图纸 来去确认它的 这个钢筋的一个种类 这边呢 也是一个 凉 加高的凉的一个做法 好 这个视频呢 已经讲了有13分钟了 好 我们这个视频呢 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个视频呢 再讲就该讲什么了 再讲就该讲这边了 就该讲这个 乘台量一 乘台量二 乘台量三 后边呢 这些是这个 地量一 地量二 地量三 一下子到 地量四 地量五 地量六 共是地量六 这六种结构形式 好 我们在下个视频 再见